新年快樂 大家好 我們是 Dragon Beauty 小龍女 我是賴克 我是小櫻 我是口水 我是馬妹 農曆新年到囉 我們要帶大家一起去 寫春聯 GO 背好之病 細細磨磨 平時就愛活潑熱舞的小龍女們 這個時候搖身一變 成了氣質優雅的文青女孩 好久沒有寫書法的她們 一拿起毛筆 就想起小時候的糗事 就是寫書法課 都會把它做得弄得髒 想問畫別人的衣服 妳喔 不會嗎 妳們不會嗎 我只記得我有吃過筆 吃筆 吃筆對不對 不是 筆頭是木頭 看起來就好像可以吃的樣子 為了迎接兔年 應景寫春聯 大家手機滑呀滑 就是想要寫出一句句的吉祥話 Happy together 今年要一起Happy together 浮吐影響 來自網友的創意 感謝 女孩的春聯裡 不但有中文 有英文 連冷笑話也來了 有一個女生 她叫做圖淑莉 然後呢 她嫁給一個姓萬的先生 於是就灌復信念 萬圖淑莉 玩笑歸玩笑 小龍女赖克還自己爆料 學生時期她修過書法課 而且身為左撇子的她 還能夠左右開工 因為小超老師不是就是叫我們寫那個 抄那個課 然後後來我都會抄得比同學還快 因為我兩隻手一起寫 很顯然書法不能用左手寫 左手就這樣 這個比較好看 對啊 因為這是右手 用寫的寫不贏人家 那用畫的也OK 非常有誠意喔 每個都是 用寫的也很辛苦 沒有 因為我寫得不是很好 所以只好用那個圖畫來就是蓋過一下 讓他們覺得滿豐富一點的 寫完 畫完 那最後就由賴克老師來講評一下 麻妹喔 麻妹就是 怎樣 你好好講喔 你好好講喔 有點糊啊 什麼有點糊 那小英呢就是 混水墨魚 沒有 混水墨魚 要這麼多東東耶 這個呢 看這個 有能有角的部分 這個人呢 個性呢就是 做事比較有原則一點 像我們就是比較沒有原則一點 終於完成滿桌的書法作品 這些都是要送給 這一年來 熱情支持他們的粉絲們 葉芙芙芙親手寫的春聯 都代表著女孩們滿滿的心意 祝大家 兔 藥 龍 門 祝未全龍 祝年拿下總冠軍 Yeah 發生新聞沈浸安 楊致富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教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